大家好,歡迎來到BanB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先看一看題目 The Figure就是Salt and Econatural Triangle 就是ABC,即是這個三個型 什麼叫做Econatural Triangle ABC 即是說ABC的三個型 它們是一個等邊三個型 即是這條邊等於這條邊等於這條邊 三條邊都一樣 OF Size 8cm 即是說如果這部分是8cm 真心講條條都一樣 這個也是8cm 它就說D D is a point 即是On BC 即是在BC上的一點 而Such that 即是中文解說 而導致發生什麼事 史德 即是地道D的說法 而導致發生什麼事 導致後面這件事發生 就是AD 這條線 就會是Propendicular to 垂直於BC 即是這兩個是互相垂直成90度 它都畫了給你 好,再一個步驟先看A拍 因為有兩拍 它就說叫我們Find the length of AD 即是說這條邊的長度到底是多少 好,事不宜遲 先說 由於時間管是科技道才進 按按按鈕 整幅圖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在真心看著做 省時間 非常方便 未做之前 先講講這幅圖 我加工了少許東西 看看紅色筆 留意一下 因為每條邊都是8cm Econetral Triangle 等邊三個型 所以我多手指定是8cm 另外 這條邊都是8cm 鑑於這裏 理論上 其實這條邊BD 還有DC 你也會估計得到 因為這兩個 根本就是全等三個型 即是你可以等同於 當AD這條線對摺 這張是三個型的紙張對摺 整個可以重疊 左右兩邊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是4cm 這個是4cm 因為總共是8cm 所以我記錄在這裏 好APAC 直接來 我直接說 現在留意一下 在這個三個型 ADC 即是這個 英文就是 在這個三個型 ADC 中文同學自己寫 在 在 在這個三個型 ADC 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 我看到了 根據不是定理 這個是一個直角三個型 直角三個型 上課也說 很特別 就是九雅度角 對嗎 鑑於你見到九雅度角 直角三個型 你可以用不時定理 派的QS 我經常提醒你 上課就是 確定哪個是斜邊 就是 九雅度角 直角打對面 那條邊 就是斜邊 我用一個綠色的光彩 給你 好 就是 AC 這條就是斜邊 所以根據我上課的口決心法 你背不時定理 C2次等於A2次加B2次 就是死的 懂得用才是真的 不時定理 particular theorem的口決心法就是 斜邊的2次方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 它的2次方相加 不要說了 不如做吧 斜邊 就是這條 它的2次方 就是8的2次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 就是這條 AD 還有就是DC 即是4 它們的2次方相加 所以在這裡 就會是AD 它的2次 再加4的2次 當然原因 你在用什麼 先寫英文 英文就叫做 particular theorem 寫簡寫就可以了 中文自己寫 中文的同學 就叫做不時定理 particular theorem 中文叫做不時定理 中文叫做不時定理 按機有心數 也好 8的2次就是8乘8 自己乘自己 所以88就是64 OK 好 這邊AD2次 我就照寫 4 2次 就是4乘4 自己乘自己 二次方 所以4乘4 所以16 千萬不要和我4乘2 變8 什麼高手 拿諾貝爾數學獎 不關我事 OK 4 416 自己乘自己 4乘4 不是4乘2 不要再問我為何不是8 是16 OK 好 接著再來 我現在調一下位置 加16 調過去變 減16 64-16 心算有計算機也好 應該不難吧 就是48 你明知等好兩邊 調轉寫 不如調轉寫 所以其實AD2次 就會等於48 重複 為何是48 就是留著AD2次在右邊 把加16調到裡面 減16 64-16就是48 接著等好兩邊調轉寫 就出這個 OK 可以嗎 現在我們要處理的 就是拿諾貝爾紅色筆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二次方 我上課經常說 二次方怎麼處理 調到旁邊 變成開方筋 記不記得我說過 所以其實剩下的 這邊剩下的AD 就會等於什麼 二次方 叫旁邊變開方筋 我刻意給你一個卡拉利 繼續用回粉紅色 就是開方筋 那麼48 藍色的部分 當然是繼續留在這裡 OK 所以我們按機 開方筋48 如無意外 你會按到 應該就是 原汁原味 我寫出來 好嗎 應該你就會按到這個 就是 是6.92 8203 23 我們拿 因為是一個中間的步驟 答案是拿三色筆 三位有效數字 所以其實我們先拿 拿夠四位 好嗎 拿多一個位 比起你答案那裡 拿多一個就夠了 總之拿多一個你答案的位置就可以了 拿夠四位有效數字就是在這裡切 所以其實我們就看看 需要不需要四捨五入 暫時也不需要 所以我們應該是拿6.928 OK sorry 看看 6.928 OK 所以 sorry A part是答案來的 好 A part出答案 應該拿三位 三位有效數字 這裡 在這裡切 那麼 需要不需要四捨五入 那就看看 這裡 就是需要四捨五入 所以最後答案 AD 是什麼呢 我這裡寫 AD 我覺得 好 A多 就會是等於6.93 給我答案的人 就是CM 當然告訴別人 就是correct to 我移高一點 對了 就 括給別人 就是correct to 就是三個色彼 中文的同學 就是答案準確至三位有效數字 那就OK 下面還有些位置 我們做B part 好 B part 看看題目問什麼 它就說 叫我們find the area of 這個三角形ABC 那就是說 找一下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到底是多少 事不宜遲 拿單案子出來再說 老實實 先更新資料 剛才我們計算過AD是6.93 即是這部分 其實我也說 如果中間的步驟 你應該多拿一個位置 答案就拿三位 有效數字 三個色彼 但是如果中間牽涉到用這個答案的時候計算 你就多拿一個位置 所以簡單說 我今次更新這個資料 我多給它一個位置 OK 這個應該是6.928 Cm 好了 那 就 我現在要計算這個面積 是嗎 直接來這個 就是the area 然後 off這個三角形ABC 好 那就是 多少呢 如無意外 整個三明區的面積 當然就是 小學多學 公式就是底成高隨二 很明顯我會拿這個 相對應的底就是這個 就是bc 即是8 是吧 再成相對應 bc 如果是底的話 高就是這個 因為90度角直角 是吧 高就是這個 就是AD 再除二 所以底毫無懸念 就會是8 再成高 高 我不會拿6.93 多拿一個位置 所以多拿一個位置 是6.928 後面就不需要4寫5入 中間的步驟 記住多拿一個位置 對了 再除二 我們先處理一下 我們就拿出綠色筆 上面和下面都可以約 就是21如2 就是24如8 下面除一 不用除 只剩下 就是上面 就是4乘6.928 如果你按機 按 4乘6.928 我現場按 原汁完美 就是出27.712 27.712 鑑於你的答案 是拿三色筆 所以拿三位有數字的情況 第一下 應該就是拿27.7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 就是CM二次 給回答案 後面困住 就是 Correct 2 就是三個色筆 中文 就是 答案準確至三位有數字 重複 這一句 就是答案準確至三位有數字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